唐三使用十万年第九魂技秒杀局斗罗月关 第九魂技的碰撞直冲云霄可只是一瞬间月关就明白哪怕是这样的魂技碰撞自己也远远不是这个年轻人的对手他的奇隆通天局所形成的龙卷风根本没办法伤到青龙半分每一片菊花瓣于青龙身上的龙鳞碰撞之后都会瞬间消失其产生的冲击只不过是在那巨大的龙身之上闪过一道光而已虽然同样是第九魂技 但是十万年魂技与万年魂技最大的差距就是每次是人相得的魂力士你能释放出人只有一个第九魂技我可以释放两个 哪怕不用眼睛去看唐三也知道月关连尸体都没有人下也同样没有贡献魂骨 他不用你看到月关的死状毕竟他还曾经对这位封号的罗产生过好感 唐三在心中默默说道再见